我车祸都死了半年了,身为丈夫的陆锋,还以为我在无理取闹,等着我回去给他认错。 直到某天,他突然找不到一块手表了。 那块手表是他的小青梅送给他的,因为坏了,所以让我拿去表形检修。 他打电话来质问我,沈青,你闹够了没有? 要是过不下去了可以去离婚,做出这么一副样子给谁看? 我让你拿去给我修的手表,你给我放哪里了? 你是不是给我藏起来了?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改不了对婉婉的妒忌。 电话那头是我姐的声音,恭喜你陆锋,沈青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嫉妒临婉婉了。 我是出车祸死的,那天我和陆锋吵了一架,只因我刚查出来怀孕,想要和他分享喜悦,他却要去陪林婉婉过生日。 我不让他去,他说我在无理取闹,说这么多年,他要和林婉婉在一起,早就一起了,根本轮不到我嫁给他。 我生气地砸了家里的东西,把这些年的委屈全部发泄了出来。 他受不了打了我一巴掌,沈青,这些年我给你脸了是吗? 连心寒都没有,那一刻突然就死心了,我转身就走。 沈青,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就别回来了。 他在后面威胁我,如他所愿,我真的回不去了。 我开车离开时,遭遇了重大车祸,一失两命。 我解来给我处理的后事,或许是太气,我死的消息他并没有告诉陆锋。 而我死后,我的灵魂却又莫名其妙地跟在了陆锋身边,也许还有执念。 我看着那天,他还是去给林婉婉过了生日。 看着他这半年间的每个节日,都会给他准备小礼物。 看着林婉婉一个电话,天上下刀子,他也会第一时间赶去陪他。 有时候,林婉婉会好心问起我,沈青还没回来吗? 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才会导致你们夫妻不和? 如果是的话,我给沈青打个电话道个歉。 和你没有关系,是他自己做。 陆锋冷冰冰地说道,别管他,看他能坚持多久。 七年的感情,我终究没能给陆锋留下一丁半点。 也或许,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世界。 有我没我,他依旧生活如常,我还是他的负担和累赘。 就在我以为陆锋的日子会一直这么毫无所谓地过下去。 直到那天,林婉婉突然问起,他送给他的那块手表,他才默然想起了我。 然后,很不耐烦地给我打了电话过来,沈青,你闹够了没有? 要是过不下去了可以去离婚,做出这么一副样子给谁看? 我让你拿去给我修的手表,你给我放哪里了? 你是不是给我藏起来了?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改不了对婉婉的妒忌。 电话是我姐接的,那边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大概是真的被气到,一时说不出来一个字。 说话,死了吗? 陆锋狠狠地问道,死了。 我姐好不容易,才冷冰冰地说出两个字。 你在说什么鬼话? 我说沈青死了。 我姐一字一顿,恭喜你陆锋,她再也不会极度临婉婉了。 这一刻,陆锋似乎才听出来,接电话的是我姐。 她眼底恍若闪过一丝慌乱,下一刻又很讽刺地说道,沈青又在搞什么花样。 怎么,她以为她死了我就会后悔了? 你告诉她,要么她自己乖乖回来,要么她就真的死在外面。 她死了,我说沈青死了。 我姐突然崩溃了,她冲着陆锋大声吼道,她也不需要你后悔,因为你狼心狗肺。 够了审核,我不想和你废话。 我和沈青的事情,也不需要你来插手,你把电话给沈青。 我姐直接把陆锋的电话挂断了,我看到陆锋气的青金暴露。 这些年,她在我的事情上从来没有吃别过。 我们之间的争吵,最后都是我妥协。 她压抑着愤怒,重新又给我打了电话。 她说,你问沈青,之前我给她的手表,她拿去帮我维修了,现在在哪里? 我急用?我不知道。 我姐冷冷地说道,我让你问沈青,陆锋,你真的该被天打雷劈? 我姐咬牙切齿地说道,她清楚我和陆锋的所有事情,所以知道我对陆锋到底有多好。 此刻,陆锋的种种行为,才会让她如此痛恨至极。 你,到头来,你就惦记林婉婉送给你的那块表。 对你而言,一块表比沈青的命都重要是吗? 我姐声音中似乎带着些哽咽,是在为我不值。 陆锋还未开口。 我姐又愤怒地说道,沈青真的死了,信不信随便你。 我也不会再接你的电话,你会脏了沈青轮回的路。 陆锋再次被我姐挂了电话。 我从她的脸上看到的只有生气。 没有因为我姐说我死了,而有那么一丝的担心。 她现在满脑子应该还都是,我把林婉婉送给她的手表,到底藏在了哪里? 对她而言,林婉婉送给她的东西,当然比我的命重要。 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出车祸那一刻,我用尽最后力气给她打了电话,她毫不犹豫给我挂断了。 那个时候满脑子应该也都是,怎么去给林婉婉过生日吧? 真是可笑啊,我都开始怀疑那些年,我到底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不过好在,不知道是不是人死了,就真的没有心了,还是对陆锋已经没有了一点感情。 哪怕现在陆锋做得有多绝,我也好像感觉不到心痛了。 我就这么飘在半空,冷漠地看着她,看着她又暴躁,渐渐变得平静,平静后的整个人又变得很呆滞,一动不动站在原地,很久都没有任何反应。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对她没有任何期望。 她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是林婉婉打过来的,今天他们约好了要一起出门爬山。 陆锋在看到林婉婉来电那一刻,脸上的表情明显缓解,嘴角还拉出了一抹淡笑,我也跟着笑了。 是吧,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 婉婉,她声音温和,这半年来,我听过太多,她和林婉婉之间的说话了,我好像都快忘了,她曾经对我是有多冷漠。 阿峰,你出门了吗?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在家里等你。 林婉婉娇滴滴地说道,马上出门,二十分钟。 路上小心开车。 林婉婉甜甜叮嘱。 好。 陆锋挂断电话,转身就进去了衣帽间。 她在柜子里面找衣服。 找了好一会儿,似乎没有找到她想要的那套。 她走出房间冲着楼下喊道, 吴嫂,我哥基那套运动装呢? 庸人吴嫂听到声音连忙上楼。 先生,您的衣服我都已经给您收在柜子里面了。 您说的是哪套? 陆锋不耐烦地说道,棕色的。 这两边有两条杠,上面很多英文logo。 吴嫂没太听明白。 她走进衣帽间给陆锋找了找,先生是这套吗? 不是。 陆锋没好气地说道,我刚刚已经找过了,这里没有。 事实上那套衣服就在柜子最底层放着, 她只是没有那个耐心去好好找。 她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或人身上, 就如曾经对我的态度一样。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是我家的庸人,负责我的生活起居, 我的衣服你都找不到。 陆锋声音高昂。 今天陆锋的脾气明显比平时大一些, 就这么急着去见林婉婉吗? 五嫂被陆锋说得也有些难堪, 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说道, 以前您的衣服,都是太太在负责打理。 她说,您穿衣讲究,怕我弄不好。 您倒不如,直接问问太太吧。 不用问她,问她做什么。 陆锋一口回绝,狠狠地说道, 她最好有本事,一辈子都不回来。 哼,所以在陆锋心目中, 我的死只是我在耍手段。 她根本不相信我真的死了。 她以为,我还在用这种方式, 等她去哄我。 陆锋气急败坏地, 随便找了一套运动庄, 然后拿起车钥匙,迅速出了门。 她接起林婉婉,一起去了郊区。 他们一起爬山,一路有说有笑。 我死不死,对她一点影响都没有。 林婉婉爬到一半,突然撒娇不走了。 阿峰,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走得这么快,人家都追不上你了? 陆锋停下了脚步转头看着她。 人家想要休息一会儿,那就坐会儿吧。 陆锋很自然地拿出一张餐巾纸, 给林婉婉擦拭了台阶,让她坐在了上面。 而她自己却站在一边的栏杆上, 看着半山腰的风景。 阿峰,你今天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心事? 林婉婉望着她,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给我说, 我帮你一起分担。 没什么? 陆锋应了句, 可能是这段时间工作压力有点大。 我就知道你工作压力大, 所以才要带你出来走走, 好好放松放松。 林婉婉很得意地说道, 满脸的期待, 似乎是等着陆锋去表扬她。 陆锋意外地保持了沉默。 林婉婉脸色微有不悦, 又很快掩饰。 休息了一会儿, 陆锋催促道, 时间不早了, 走吧。 人家走不动了, 你背我好不好。 林婉婉娇称, 又故意说道, 我才九十多斤呢, 应该比沈青轻了不少吧。 我确实比林婉婉重很多, 但以前我也很鲜瘦。 后来为了备孕, 硬生生让自己吃胖了二十多斤, 好不容易怀上了。 陆锋却并不稀罕, 应该还很嫌弃, 我一身肥肉吧。 提她做什么? 陆锋脸色突然一下就变了。 林婉婉微愣, 应该是陆锋从来没有对她这么大声说过话。 对不起, 林婉婉连忙怯生生地道歉, 我不知道, 你们是又吵架了吗? 不是。 陆锋敷衍道, 你要是走不动了, 我们就下山吧。 可是, 这才一半。 正好我下午还有工作要处理, 早点回去了。 陆锋丢下一句话, 就率先走了。 我看到林婉婉的脸色难看到极致, 她咬牙, 还是跟上了陆锋的步伐。 下了山林婉婉, 坐在陆锋车的副驾驶室, 她主动说道, 阿峰, 一起吃午饭吧。 我急着回去上班, 就不一起吃了。 人家一个人吃饭不香, 林婉婉眼巴巴地看着她, 你陪我一起吃好不好, 我保证, 吃完我就乖乖回家, 绝不打扰你工作。 陆锋终究是拒绝不了林婉婉, 答应了。 林婉婉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不得不承认, 林婉婉在陆锋的面前, 确实有得意的资本。 轿车到达林婉婉喜欢的餐厅, 下车时, 陆锋揉了揉自己的胃, 林婉婉俨然也注意了, 连忙关心地问道, 怎么了, 胃疼吗? 陆锋点了点头, 然后打开了储物盒, 随手拿出里面的药盒, 一打开才发现, 胃药已经没有了。 陆锋有胃痛的习惯, 前些年因为他家遭遇了一些变故, 差点破产, 为了东山再起, 他几乎是没日没夜, 废寝忘食的工作。 久而久之, 就落下了胃病。 后来我和他在一起后, 我经常给他包粥送饭, 他的胃被我养好了很多, 但也抵不过偶尔一次应酬胃病复发, 为了不让他胃痛太难受, 我提前会给他准备胃药放在车里。 我会经常检查他胃药的情况, 没有了就会第一时间给他补上。 按理陆锋不应该, 这么快就吃完了胃药。 仔细一想, 这半年来我不在, 没人提醒他吃饭, 更没有人去给他送饭, 他经常不按时吃饭, 胃病频繁复发, 也是活该。 我帮你揉揉吧。 林婉婉主动靠近陆锋, 将手放在他胃部的地方, 揉了就好了。 陆锋愣了一下, 随即推开了林婉婉, 不用了, 应该是饿了, 吃了饭就好。 那我们去吃饭吧。 林婉婉就跟什么事都没有了一般, 笑嘻嘻地说道。 陆锋闽纯, 两个人一起下了车。 坐在餐桌前, 林婉婉一直在和服务员点餐, 偶尔会问两句陆锋。 陆锋胃痛的脸都发白了, 但他向来似鸭子嘴硬, 不会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 更何况还在他的小青梅面前, 他要一直维持他的男神形象。 我看着他如此模样, 莫名还有点高兴, 痛死了最好。 林婉晚点完菜, 也没有发现陆锋的脸色不对, 还在和他有说有笑。 陆锋, 我点了你最喜欢吃的水煮肉片, 你一会儿要多吃点。 我看着陆锋的脸色, 终究是有些变了。 胃痛的人, 怎么能吃这么辛辣的东西? 林婉婉是真的半点, 都没有注意到陆锋的身体。 像当初, 我一个无辣不欢的人, 为了帮陆锋养胃, 硬是逼着自己吃了, 整整一年的清淡饮食。 我突然好像就明白了, 被偏爱的才能有恃无恐, 而我这些年不过是在饭间。 饭菜上桌, 陆锋没吃多少。 林婉婉还有些委屈, 阿峰, 你是不喜欢我给你点的菜吗? 你怎么吃这么少? 我胃不好, 不能吃辣。 陆锋直言, 啊, 我都不知道。 怎么办? 对不起阿峰, 对不起。 林婉婉一副犯了错的内疚模样, 眼泪汪汪, 让她看上去楚楚可怜。 陆锋最惊不住的就是林婉婉的难过。 要知道一个打雷闪电, 林婉婉在电话那头音音哭一声, 陆锋都会连夜冒雨, 开车去陪她。 这一刻怕是胃痛死, 都要吃下林婉婉给她点的水煮肉片, 以示安慰吧。 可结果, 陆锋却只淡淡地说了句, 没什么, 我现在吃什么也没胃口。 你慢吃, 我先回公司了。 在林婉婉还没反应过来, 陆锋已经截了账, 离开了。 重新回到她的轿车上, 她启动车子, 离开那一刻, 又突然回头看了一眼那和空调的胃药, 下一刻, 一脚油门直接轰了出去。 她没回公司, 直接回了家。 所以还是有点生气, 林婉婉不关心她的身体吗? 当然, 也是因为在乎一个人才会如此。 毕竟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 陆锋对我不闻不问, 我也会很生气。 只是后来就习惯了, 先生您回来了, 您吃过午饭了吗? 五嫂连忙上前迎接, 不吃了。 陆锋脸色阴冷地说道, 怎么能不吃呢? 太太说您有胃病, 不吃饭会胃痛的。 五嫂关心地说道, 我帮您熬点粥吧, 没胃口, 吃点粥也好。 陆锋顿了顿, 最后没有拒绝。 半个小时后, 五嫂把煮好的粥送到陆锋的面前。 这期间, 陆锋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但他不停地按着遥控器, 看上去很是心不在焉。 先生, 您小心烫。 嗯? 陆锋应了一声, 然后拿起勺子, 缓慢地吃了一口。 先生味道如何? 五嫂询问, 陆锋咽下粥, 淡漠地说了句, 和沈青煮的粥味道很像。 是太太教我的。 五嫂连忙说道, 太太说, 万一她有事没在家里的时候, 就让我给先生熬粥。 所以教了我怎么做。 太太说, 先生您胃不好, 一定要熬制得粘稠, 软糯一些。 太太还说先生嘴雕, 不喜欢吃青菜, 但喜欢吃西兰花, 所以每次熬蔬菜粥, 都是用西兰花代替。 太太对先生真的很细心, 总会记得先生的每一个喜好。 五嫂说了很多, 我都听不下去了。 倒不是五嫂说了谎, 就是因为都是真的, 才会让我觉得, 这些都是耻辱。 对陆锋的好, 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先生, 您把太太接回来吧, 太太真的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你, 对你最好的人了。 五嫂忍不住说道, 陆锋似乎是顿了顿, 本以为他会如之前一样, 一口拒绝, 那一刻, 却保持了沉默, 陆锋吃完粥之后, 回到了房间, 躺在了床上。 从他脸色来看, 胃部应该已经缓解了很多。 他的手机信息声一直响个不停, 是林婉婉发过来的。 对不起阿峰, 是我不好, 没有注意到你的身体情况, 你现在好些了吗? 要不要去医院, 我陪你一起去。 阿峰, 我都不知道你有胃病, 以前没有的, 我一直以为沈青会把你照顾得很好。 阿峰, 你生气了吗? 你怎么都不回我信息? 我害怕。 陆锋看完信息后, 突然从床上起了身, 然后迅速地离开了房间。 我看着他焦急的模样, 止不住地好笑。 我曾经怎么就能够自欺欺人地觉得, 陆锋对林婉婉只是朋友间的照顾, 因为林婉婉没有什么朋友, 父母也对他很冷漠, 陆锋只是泛滥了他的同情心。 现在看来, 自己真是个笑话。 我看着他疯狂一般地, 开车去找林婉婉。 喜欢一个人, 怎么会让那个人受一点委屈呢? 我都想好了, 陆锋见到林婉婉时会怎么安慰他, 哄他, 说不定情绪到位了, 两个人就真的在一起了。 这半年来, 他们还真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发生, 大概是怕婚内出轨, 对林婉婉名声影响不好, 所以坚守了底线。 我看着陆锋停好车, 冲进电梯, 按下楼层。 他走到大门前, 急切地按下门铃, 房门打开了。 我倒是吓了一跳, 因为开门的人是我姐, 沈和。 也在这一刻, 我才注意到, 这不是林婉婉的家, 这是我姐的家。 我姐看到陆锋那一瞬间, 二话不说, 就要关门。 陆锋眼疾手快, 一把拉住了房门, 手被我姐的门夹住了。 陆锋忍着剧痛, 我姐也忍了忍, 冷冷地问道,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我来找沈青。 陆锋因为痛, 声音有些暗沉和压抑, 我在电话那头, 说得还不清楚吗? 沈青死了, 你真的要找他, 就去死啊, 死了就能见到他了。 我姐恶狠狠地说道, 够了沈和,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轮不到你来多嘴。 陆锋被我姐骂得难堪, 却依旧不相信, 我死了。 那你来找我做什么, 你给我滚了, 还好意思说什么夫妻, 你尽过丈夫的责任吗? 你赶紧给我走走走, 我嫌恶心。 你? 陆锋并不是一个 很会说话的人。 我们以前吵架, 我遭受的也都是 她的冷暴力。 这一刻被我姐这般辱骂, 哪怕愤怒到极致, 也只是闷着气。 再不走, 我报警了。 我姐威胁, 算我错了。 陆锋突然开口, 我震惊了, 我姐也震惊了。 这么多年, 陆锋什么时候 觉得自己错过? 我哪怕哭死了, 她也觉得 是我在无理取闹。 你让我见沈青, 我和她好好谈谈。 陆锋心平气和地说道, 谈。 我姐笑得讽刺, 那一刻真的是眼眶都红了, 毕竟我都死了, 何鬼谈吗? 我姐说, 陆锋, 你觉得这几年, 你对得起沈青吗? 我问心无愧。 陆锋意正词言地说道, 你和林婉婉这么纠缠不清, 还问心无愧。 我姐又控制不住了, 情绪失控。 我和林婉婉 轻轻白白。 轻轻白白? 什么才叫轻轻白白? 真的要睡在一张床上, 才不叫轻轻白白吗? 我姐怒吼啄露风。 沈青生病的时候, 你陪在林婉婉身边, 对林婉婉嘘寒问暖。 沈青过生日的时候, 林婉婉一个电话, 你就风雨无阻地去找她。 沈青怀孕了, 你却选择去给林婉婉过生日。 沈青因为林婉婉吃醋了, 你还在责备她不够大度, 极度诚信。 我姐越说越崩溃, 露风, 你真的觉得你是个合格的丈夫吗? 你怎么好意思说, 你对沈青问心无愧? 露风还未开口辩解。 我姐又激动地说道, 你可别忘了, 你当初一无所有的事情, 是沈青陪着你走过 最黑暗的人生, 而不是林婉婉。 到头来, 你给了沈青什么, 又给了林婉婉什么? 我给了沈青一个家。 家? 我姐笑得更加讽刺了, 什么家? 丧偶之家吗? 一个时时刻刻陪在其他女人身边的丈夫, 比丧偶更可怕。 你说够了吗? 露风恼羞成怒, 我承认沈青确实陪我走过艰难, 但林婉婉也对我不薄, 我最差钱的时候, 是林婉婉卖车卖房给我填补了漏洞, 我感恩于她, 有错吗? 你说什么? 我姐惊讶地问道, 不止我姐惊讶, 我也惊讶, 什么时候, 林婉婉为她卖房卖车, 给她资金填补漏洞了? 我不由地开始回忆, 我和陆峰曾经的点滴, 不知道死了的人是不是就会遗忘, 我已经渐渐记不得很多生前的事情了, 我只依稀还能够想起, 我认识陆峰是我大学刚毕业, 去陆氏集团上班, 当时的陆峰也才到公司, 她父母为了锻炼她, 让她从基层做起, 我以为她和我们一样只是普通员工, 同样作为新员工, 她有着不同于我们其他人的从容淡定, 能力也是出类拔萃, 长得又高又帅, 我们被分到一个小组, 很多工作都是一起完成, 时间一长, 我心里就有了些情窦初开, 但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喜欢上她, 是那天我们加完班, 她顺道送我回去, 我一下车, 就被我那酒鬼舅舅拉扯住, 让我给她钱, 否则就要打死我, 我爸妈死得很早, 工厂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没死之前, 我舅舅因为年龄小, 加上我外公外婆去世也早, 我舅舅几乎就是我妈在照顾, 我妈死了之后, 我舅舅无依无靠, 没钱就找我和我姐, 之前我们还会救济她一些, 后来变本加厉, 我和我姐也负担不起, 就不管她了, 她对我们死缠烂打, 为了摆脱她, 我和我姐都被迫搬家了, 没想到还是被她找到, 那天晚上, 陆锋把我从我舅舅手上 强势地救了下来, 你要是感动沈青, 我打死你, 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 我舅舅想要推开陆锋, 却被陆锋一把推倒在地上, 沈青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管到底, 陆锋说得斩钉截铁, 而他确实说到做到, 那之后, 他每天都送我回家, 不让我舅舅骚扰我, 我舅舅久而久之, 就真的不敢来找我和我姐了, 那个时候的陆锋真的好像盖世英雄, 我心口突然疑痛, 原来死了的人是能感觉到疼痛的, 只是, 只是不在乎了, 在陆锋帮我打发走了我舅舅之后, 我就想过给他表白, 却突然得知陆锋原来是, 陆氏集团的大少爷, 身份悬殊产生的自卑, 让我把这份感情埋在了心里, 后来, 陆氏因为领导层的决策投资失败, 面临破产, 好多人都离开了陆氏, 我依然选择陪在陆锋的身边, 暗自还庆幸, 这是我离陆锋最近的距离, 我陪着陆锋去应酬, 为了给他挡酒喝的胃出血进医院, 我每天都陪他加班, 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情, 他最艰难的那两年, 我163厘米的身高, 体重甚至没有上过90斤, 而在他最关键的那一站, 我把父母意外死亡, 留下来的赔偿金150万, 全部打在了他的账户里面, 包括我姐那一份, 我姐刚开始是不同意的, 后来抵不住我对陆锋坚定不移的爱, 还是把钱都给了我, 当然后面我加倍还给了我姐, 钱到位之后, 陆锋带着公司重新回到了正轨, 他抱着我欢呼, 那晚我们一起庆祝, 酒精的作用下, 双方都有了情不自禁, 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男女朋友, 我一直以为他知道钱是我打的, 他和我谈恋爱, 又娶了我, 我以为都是他知道了我所有的付出, 也因此被感动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 刻意去提过那150万, 可现在, 陆锋却突然说, 他急缺的钱, 是林婉婉给的, 你说, 林婉婉卖车卖房给你填补漏洞, 我姐再次确认, 所以我凭什么不应该对她好, 她甚至为了帮我, 还和她家里人反目为仇, 陆锋愤愤然地说道, 这样的恩情我难道不应该还吗? 是沈青一直不懂我, 一直在小题大做, 哼, 我姐笑了, 真的就是笑白痴一般的笑容, 她说, 林婉婉是这么跟你说的, 说她为了你甚至重判亲离, 陆锋也能够看出我姐的讽刺, 你用不着这副模样, 这个世界上, 也不是只有沈青一个好人, 你何必要这么看不起别人? 我看不起林婉婉, 对, 我就看不起她这种绿茶, 但对比起来, 我更看不起你, 我姐狠狠地说道, 先不说其他, 林婉婉给你做过的这些事, 你告诉过沈青吗? 沈青知道, 你对林婉婉是在报恩吗? 陆锋突然哑然, 她确实从来没有给我说过, 我也不知道, 要是早些说明白, 我就会知道, 她把那150万, 误以为是林婉婉给的了, 或许也不太重要, 陆锋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合理的借口, 对林婉婉婉好而已, 没有那150万, 还可以有其他更多的理由, 沈青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她能知道你在想什么? 她看到的, 只有她的丈夫一心一意在对其他女人好, 我姐怒吼道, 甚至于, 她吃醋了, 她丈夫还在责备她不懂事, 我, 我给她说过, 我们之间没什么, 陆锋无力地反驳, 世界上那么多出轨的男人, 每个人都说她自己没有去外面偷吃, 结果呢? 我姐反问陆锋, 又崩溃道, 结果, 沈青却还是在相信你, 一直一直在相信你, 她相信我, 就不会这么和我吵闹了, 她不相信你, 为什么不和你离婚, 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 那么努力地去给你怀孩子, 陆锋看着我姐, 大概是被她太过激动的情绪挣住了, 你知道沈青当年为了陪你创业, 身体被糟蹋得多厉害, 医生说她如果想要怀孕, 必须疯狂增重, 世人都以为减肥很难, 但事实上, 长不胖的人, 想要长胖才是最难, 你根本不知道沈青都为你吃了多少苦, 陆锋紧抿着唇半, 突然沉默, 是啊, 当初为了能够怀孕, 我真的吃了不少苦头, 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肉的人, 却为了增重吃到吐, 吐了又吃, 算了, 我对你这种人, 说再多都没用, 我姐突然不想说了, 怕说下去, 她自己反而会先受不了, 现在沈青不在了, 你和你的恩人灵玩玩好好过日子吧, 给我一次机会, 陆锋猛地拉住我姐, 眼神诚恳, 我想和沈青再谈谈, 我姐犹豫了一下, 我看得出来, 她根本不想再搭理陆锋, 最后却又突然同意了, 你等我一会儿, 好, 我姐转身回了房间, 换了一身外出的衣服, 沈青不在里面吗? 陆锋问我姐, 我姐没有回答她, 静止走进了电梯, 陆锋还是跟在了我姐的身后, 我姐把车停到了郊区, 陆锋气冲冲地下车质问我姐, 你把我带这里来做什么? 哪怕我确实有对沈青, 坐得不够的地方, 也不是让你这么来戏耍我的, 我姐话都难得回一句, 她转身直接走进了一条小道, 我知道, 这是我姐埋葬我的地方, 我爸妈也在这里, 我看到陆锋愤怒地, 跟在了我姐后面, 我以为, 以她的性格, 她会转身就走, 我姐的脚步, 停在了一座坟墓前, 有幸, 之前有一次过年, 陆锋百忙之中抽空陪我, 来给我爸妈祭祀过, 所以她应该祭的这里, 你把我带到, 你爸妈的目的来做什么? 陆锋的话没有说完, 因为她看到了, 我的墓碑, 墓碑上写了我的名字, 上面还有一张, 我生前的黑白照, 她整个人就像突然石化了一般, 紧紧地看着我的墓碑, 就像是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她在一遍遍地确认, 墓碑上到底是不是我的名字,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 我看到她眼眶好像突然红了, 猝不及防地, 红得有些吓人, 我很冷漠, 我姐也很冷漠, 鳄鱼的眼泪, 从来都不值得同情, 我不相信, 陆锋突然很肯定地说道, 是沈青故意耍我的是不是, 是你们故意用这种方式, 来报复我是不是,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 说死就死, 谁会这么来诅咒自己, 陆锋, 沈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她从小就怕给别人添了麻烦, 她可能恶作剧吗, 更何况, 她就算死了, 也报复不了你不是吗, 可她为什么会死, 陆锋还在不相信, 为什么, 我姐冷笑着, 大概是想到了我死时的惨状,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半年前, 你不是要去给林婉婉过生日吗, 沈青那天出门就出了车祸, 不, 不会的, 陆锋摇头, 情绪在崩溃, 一点点地崩溃, 我没收到消息, 我没有收到她出车祸的消息, 陆锋大声说道, 因为她给你打电话, 你没接, 我姐也怒了, 最后, 她给我打了电话, 她说她要死了, 让我别伤心, 让我不要来打扰你, 我姐捂着自己的脸, 痛苦地回忆让她, 气不成声, 陆锋整个人变得呆滞, 她看着我的坟墓, 又看着我姐的崩溃, 我看到她身体的颤抖, 不受控制地在颤抖, 是对死人的恐惧吗, 还是说, 也会因为我的死, 有那么一丁点地难过了, 沈青到最后死那一刻都还想着你, 都怕影响到你的生活, 可是你呢, 你在做什么, 在陪着临婉婉唱生日快乐歌, 我姐哭泣着说道, 她是真的为我不值, 很不值, 其实, 我没有那么伟大, 或许之前, 我确实无怨无悔地 为陆锋牺牲过很多, 但最后, 我给我姐的那个电话, 不是怕影响到她, 是真的不想再和她有任何牵扯, 哐的一声, 我看到陆锋直直地跪在了我的墓碑前, 坚硬的地板,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我姐抬头看了一眼陆锋, 看着她悲痛欲绝的模样, 眼底却只有讽刺, 你这副样子又是做给谁看, 人死都死了, 沈青也看不到了, 我看得到, 只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陆锋现在的模样, 我还觉得碍眼得很, 我总觉得我无法轮回, 就是她一直在脏我的路, 突然, 陆锋对着我的坟墓疯狂地磕头, 一声声剧烈地声响, 磕得她头破血流, 我姐冷冷地看着她的举动, 我也有些不悦, 她要死可以死远点, 别绕了我的清静, 我姐一直没有去拉她, 我一个魂魄也做不了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 陆锋突然停了下来, 停下来那一刻, 她身体缩成了一团, 然后传来了压抑的哭泣声, 现在知道头会痛了, 活该呀活该, 陆锋, 我本来想要遵循沈青的遗嘱, 再也不来打扰你, 可你既然想要赎罪, 我就把真相都告诉你, 我姐拿出我的手机, 这是沈青的手机, 被忘录上面记录了, 你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以及你最爱的小青梅, 都对沈青做过些什么, 陆锋木讷地转头看着我姐, 眼底血红一片, 这是我没见过的模样, 我身体扭动着, 在我姐面前飘啊飘, 好想阻止我姐的举动, 我不要把我的手机给陆锋, 不是怕她不够内疚, 就是不稀罕她的悔恨, 对我而言, 这个人就跟死了一样, 哦,不对, 死的人是我, 但就是她现在对我做的一切, 我都觉得不重要了, 我看到陆锋颤抖着手, 把手机拿了过来, 然后紧紧地拽在手里, 用力到骨节都已发白, 密码是你的生日, 我姐又说道, 陆锋身体一正, 下一刻抖得更厉害了, 眼底的红润也越来越明显, 我姐起身离开了, 对我姐而言, 她对陆锋人致意尽了, 而她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大敌也是因为她太清楚, 我曾经到底有多爱陆锋, 她不想我的爱就这么悄无声息, 荒凉的山野, 风很大, 我一个灵魂都被吹得七零八落, 瑟瑟发抖, 陆锋在我坟前跪了很久, 很久很久, 她终于拿起了我的手机, 她按下了密码, 她的生日, 屏幕打开, 桌面是我和她的婚纱照, 陆锋侯姐滚动, 不停地滚动, 缓缓, 她才打开了我的备忘录,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以前写在笔记本上, 后来科技进步了, 就用手机写, 这部手机我用了五年, 我是一个念旧的人, 从小就是, 否则, 也不会死心塌地爱了陆锋这么多年, 2018年, X月X买了新手机, 赤巨资和陆锋拥有了同款,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2018年, X月X日路市要破产了, 大家都要离开, 我不走, 我不会一辈子陪在她的身边, 只要她不推开我, 她不会推开我吧, 好想给她表白, 2018年, X月X日路风夸了我今天煮的粥, 很好吃, 好高兴, 不枉我失败了好多次, 终于成功了, 2018年, X月X日酒最好难受, 但一想到我多喝一点, 陆锋就可以少喝一点, 就不难受了, 2018年, X月X日公司拆150万的资金漏洞, 我陪着陆锋跑了好多银行, 银行都不贷款, 看着陆锋交集的模样, 我忍不住终于给我姐开了口, 想拿走我爸妈留下来的遗产, 那是爸妈用命给我和我姐留下的, 我知道意义重大, 可我姐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她还是把钱给我了, 我保证, 以后我发达了, 我一定要对我姐更好, 2019年X月, X日路风终于拿下了下, 陆氏集团也终于回到了正轨, 陆锋带我一起去庆祝, 我们喝了很多酒, 她说她很感谢我一直陪在她身边, 很感谢我对她的付出, 我们在一起了, 我觉得,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019年X月X日, 我今天见到了陆锋的小青, 梅林婉婉, 她长得可真漂亮, 又白又温柔, 怎么办, 我好像有点嫉妒她, 我觉得陆锋对她, 有点太好了, 2019年X月X日陆锋, 突然给我提了结婚的事情, 我其实有点受宠若惊, 她说她爸妈催得紧, 我们也交往一年了, 我想了想也没多考虑就同意了, 反正这辈子除了她, 我也没想过再嫁给任何人, 2020年X月X日新婚夜, 陆锋去了林婉婉那里, 她说林婉婉家里停电了, 她怕黑, 等她家来电了, 她就回来, 可那晚上, 她一晚上都没有回来, 我还收到了, 林婉婉发给我的微信和照片, 她说, 借你老公用一碗, 明天就还你, 口吻, 分明带着炫耀, 2020年X月X日陆锋陪林婉婉的时间, 越来越多, 林婉婉一个电话说什么她都会去, 我给她抱怨, 她却说我想太多了, 她说她和林婉婉要在一起, 早在一起了, 不可能还等到现在, 我尽管很生气, 但我真的信了, 我信她不会背叛我, 2021年X月X日, 我以为我可以一直容忍陆锋, 我也可以自欺欺人, 在每次陆锋离开后, 都自我安慰说她只是去见普通朋友了, 每个人都有社交圈, 可是林婉婉一次次, 给我发来她和陆锋的照片, 她说, 沈青, 你别介意, 我和陆锋从小到大都这样, 我们之间没什么的, 这种不打字招, 到底算什么? 挑衅吗? 2022年X月X日我不想写了, 我写日记的初衷, 是想要记录开心的事情, 可现在好像都是负面情绪, 我越来越受不了陆锋和林婉婉之间的种种, 我不知道我还能忍住多久, 我快撑不住了, 2022年X月X日我终于怀孕了, 我看着那份币超单沉默了很久, 是高兴, 还是焦虑, 我其实期待这个孩子很久了, 从和陆锋结婚开始, 我就想要一个爱情的结晶, 可医生说我太瘦了, 不能怀孕, 我就化悲痛为食欲, 把对陆锋和林婉婉的不满, 全部发泄在了吃上面, 功夫不负有心人, 努力了两年多, 终于有了好的结果, 可这一刻, 我却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开心, 我甚至不知道陆锋会不会高兴, 我说过很多次想要孩子, 他的反应都很大, 他会不会因为林婉婉, 而不喜欢这个孩子, 他会不会因为孩子, 疏远林婉婉, 我们可不可能因为这个孩子, 回归到普通幸福的家庭, 我的备忘录在那天就结束了, 毕竟那天之后, 我就死了, 我看着陆锋大磕大磕的眼泪, 掉在我的手机屏幕上, 是愧疚吗? 是悔恨吗? 可是, 有什么用? 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对不起, 陆锋突然开口, 声音嘶哑得厉害, 滚, 我用尽力气, 还是吼不出来声音, 我真的很想告诉他, 别假惺惺的, 我不仅对你没感情了, 还从来没有想过要原谅你, 我不知道你怀孕了, 要是知道你怀孕了, 那天, 那天, 陆锋说不下去了, 大概是自己也不知道, 哪怕知道我怀孕了, 他还会不会去见林婉婉, 毕竟, 林婉婉多重要啊, 陆锋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心口, 大概是胃痛又犯了, 他缩着身体倒在了我的坟墓前,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 陆锋的电话突然响起, 他身体动了动, 不动, 我都以为他也死了, 他拿出手机, 是林婉婉打过来的, 他接通了, 喂, 阿峰, 你在哪里, 我好像被人跟踪了, 我现在在家里不敢出门, 你能来我家吗? 我好怕, 那边传来林婉婉哭泣的声音, 好, 陆锋一口答应了, 我就真的又笑了, 在傍晚的微风下, 笑得花枝招展, 这就是他的忏悔吗? 还真是感人至深, 我看着陆锋从地上站了起来, 胃好像也不痛了, 整个人也平静了, 他开着车直接往林婉婉的家里去, 房门打开, 林婉婉露出了他天真烂漫的笑容, 阿峰你终于来了, 我都被吓死了, 说着还故意往陆锋的怀里钻, 陆锋推开了他, 我没看到你房子周围有人, 是吗? 可能是看我一直没有出来, 走了吧, 林婉婉随便找了个借口, 反正在别角的理由, 陆锋都会信, 阿峰你过来, 我给你熬粥了, 你不是胃痛吗? 我听说粥可以养胃, 林婉婉讨好的说道, 陆锋被林婉婉撒娇的, 拉着坐在了他家的餐桌上, 然后盛出来了一碗粥, 你尝尝, 我亲手熬的, 林婉婉一脸期待, 眼眸突然一顿, 阿峰, 你额头怎么了, 怎么都肿了, 还出血了, 现在才发现吗? 陆锋讽刺地问道, 刚刚光线太暗了, 你到底怎么了? 林婉婉急切地关心道, 没什么, 他端起面前那碗粥, 吃了一口, 吃进去之后, 脸上没有任何一丝情绪波动, 完全看不出来粥的味道如何, 好吃吗? 林婉婉期待地问道, 你尝过吗? 陆锋问他, 没有烟, 就想给你吃, 林婉婉娇称地说道, 是吗? 陆锋放下了碗筷, 嘴角又是讽刺地笑, 不好吃吗? 林婉婉似乎也发现了, 陆锋今天怪怪的, 林婉婉连忙自己吃了一口, 一吃进去, 差点没有吐出来, 他苦着个小脸说道, 我真笨, 把盐放成味精了, 我都不会做饭, 笨手笨脚的, 谁会一生下来, 就会做饭呢? 陆锋问林婉婉, 又仿若在问自己, 你生气了吗? 沈青熬的粥, 从来都是刚刚好, 陆锋说着, 喃喃自语地说道, 他应该每次在给我吃之前, 都会尝了又尝吧, 林婉婉听着陆锋说起我, 脸色明显就不好了, 阿峰, 你今天怎么了? 我感觉你好像怪怪的, 你以前从来不拿我和沈青比较的, 你明知道我从小到大, 就没有受过苦, 怎么和沈青一样, 他都没父母的, 林婉婉说得委屈至极, 陆锋看着他的眼神, 却越来越陌生, 是啊, 沈青没有父母, 我却没有好好疼过他, 阿峰你到底怎么了? 你今天和沈青吵架了吗? 沈青威胁了你吗? 林婉婉生气地说道, 你喜欢我吗? 陆锋突然问他, 林婉婉一愣, 有些惊讶, 没想过陆锋会突然这么问他吧? 这半年我跟在陆锋身边, 也确实没有听到, 陆锋主动提起他们之间所谓的感情, 现在我死了, 终于没有后顾之优地, 决定走出那一步了吗? 我就看着林婉婉娇羞了, 她红着脸小声说道, 阿峰, 这么多年我以为,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所以是喜欢吗? 陆锋确认, 喜欢, 一直都很喜欢, 否则我也不会事事对你这么上心, 一听说你胃痛就学着给你熬粥, 尽管熬得不好, 我要是不喜欢你, 我也不会卖车卖房帮你了, 因为喜欢我, 就想尽办法破坏我和沈青的感情是吗? 陆锋冷笑着, 我, 我没有啊, 我一直尊重你和林婉婉的感情, 所以一直没有余句, 林婉婉有些慌张地说道, 是不是沈青故意对你说了什么? 你开始不相信我了吗? 你说你卖房卖车帮我, 那你还记得是哪一天打钱给我的吗? 陆锋质问, 我, 这么久远的事情, 我怎么会记得? 具体数额是多少啊? 一百多万啊? 林婉婉眼神闪烁, 当时就是把所有钱都给你了。 啊, 林婉婉惊吓得尖叫, 因为此刻陆锋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一把掐住了林婉婉的脖子, 还在骗我, 我, 放开我, 我没有骗你, 陆锋, 你放开我。 林婉婉脸胀红, 眼底都是恐惧, 当年给我的一百五十万就几款, 是沈青给我的。 陆锋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掐着林婉婉脖子的手, 在越来越用力, 放, 放开我。 林婉婉吓得眼泪直流, 他的手慌乱地摸着饭桌上的东西, 一把抓住了刚刚陆锋吃的那碗粥, 毫不犹豫地把碗直接砸在了陆锋的头上。 陆锋身体挤了一下, 林婉婉趁机, 用尽全力推开了陆锋, 陆锋头顶上都是血。 林婉婉尖叫着, 陆锋, 你今晚疯了吗? 陆锋眼眸红透, 眼底都是杀人的血腥, 他颤抖着声音问他,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我, 还不是我喜欢你才会这样。 林婉婉摊牌了, 大概也知道自己骗不了了, 我不过就是去了国外两年, 你就和沈青在一起了, 分明我们才是一对, 他根本配不上你, 配不上我的人是你。 陆锋狠狠地说道, 我最困难那两年你为什么要出国? 是怕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我, 林婉婉一时找不到借口去反驳。 我在上空看着他们的争执, 只是觉得好笑。 这么多年了, 这么聪明的陆锋, 终于舍得去看清楚, 林婉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吗? 你真的该死? 陆锋眼底的恨又强烈了些。 你别乱来陆锋, 杀人偿命的。 我会报警, 我马上就要报警。 林婉婉拿着手机都在发抖, 还未打通电话, 手机就被陆锋一把扔在了地上。 下一刻, 他又一把掐住了林婉婉的脖子, 拖着她的身体走向了外阳台, 把她整个人都要往楼下扔下去。 林婉婉拼命拽着护栏, 尖叫不止。 别别杀我, 对对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骗你, 我也不应该破坏你和沈青的感情。 林婉婉真的怕了, 她连连求饶, 你放开我, 陆锋你放开我, 我去给沈青道歉好不好, 我道歉。 道歉? 陆锋脸色更残忍了, 沈青都死了, 你去哪里道歉? 林婉婉一愣, 以为自己听错了。 沈青死了, 林婉婉, 沈青因为你死了, 死了半年了。 陆锋冲着她怒吼, 你要给她道歉, 就去下面给她道歉吧。 不, 不是我害死的, 我没有害她。 林婉婉吓得直哭, 那天你生日非要我来陪你, 沈青和我发脾气离开时, 出了车祸, 一失两命。 陆锋狠狠地说道, 要不是你, 沈青不会死, 沈青和我的孩子, 不会一起死了。 怎么能怪我, 是你自己要来的, 沈青死了, 也是你害死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林婉婉拼命地反抗, 陆锋狠狠地将她推出去, 林婉婉上半身都悬在空中, 她住的是十六楼, 掉下去必死无疑。 对, 沈青也是我害死的, 所以我们两个一起死了, 为她赎罪。 陆锋一字一顿地说道, 她手上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我就飘在阳台上看着她们撕扯, 高兴吗? 也不是完全不高兴, 报仇总是有快感的, 但要说有多高兴, 也谈不上。 毕竟我人都死了, 他们遭到怎么样的下场, 也换不回来我的生命, 就当看戏吧。 结果最后, 戏也没有很圆满, 因为林婉婉的叫声, 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注意, 邻居报了警, 在千军一发之际, 警察将两个人 都从阳台上拽了下来, 林婉婉被送去了医院, 陆锋已故意伤害罪被拘捕了, 然后关押在拘留所, 他父母来取保后审, 他拒绝了, 不过中途林婉婉来看他了, 来的时候, 脖子上还残留着一圈青紫红肿, 是被陆锋差点勒死的痕迹, 陆锋, 沈青死都死了, 你为了他让我们变成这样, 值得吗? 林婉婉问他, 我最不值的是, 没有杀了你为他陪葬, 陆锋咬牙切齿地说道, 沈青这么平凡的一个女人, 她根本配不上你, 你却为了她命都不要了, 是我配不上她, 是我玷污了她对我的爱, 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因为你伤害了她, 哼, 林婉婉气地都笑出了声, 本来今天我是来和你好好谈谈, 然后撤销对你的诉讼, 既然你这么不知悔改, 那就吃你的牢饭吧, 反正对我而言, 除了你这个人, 我更在乎的是你的钱, 对, 你说的没错, 我没有给过你钱, 那是我骗你的, 谁让沈青做好事不留名, 活该被人领了功, 你也说的没错, 我就是在挑拨你和沈青的感情, 我就是时不时, 把我们暧昧的照片发给沈青, 我以为不过一年半载, 沈青就会闹着离婚, 那个傻女人居然忍了你两年多, 你够了林婉婉, 你够了, 陆锋整个人猛然暴躁, 他起身就想要掐死林婉婉, 林婉婉惊吓着往后退了两步, 狱警此刻也一把死死地摁住了陆锋, 给我老实点, 慢慢坐牢吧你, 林婉婉也不再和陆锋废话, 他毫不留情地转身走了, 我看着陆锋那狼狈又落寞的样子, 依旧毫无所动, 放下一个人, 真的就不会再有任何波澜, 后来陆锋已故意伤害罪, 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陆锋入狱那天, 我的灵魂突然就可以离开他的身边了, 我开始到处飘荡, 我去看了我姐, 我姐也终于找到了好的归属, 我看着他结婚, 看着他怀孕, 看着他渐渐走出了, 我死去的阴影, 三年过去, 我的魂魄依旧还在到处流浪, 只是越发地力不从心, 那天我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有些熟悉, 却怎么都记不起来的人, 他留着平头, 从监狱里面出来, 出来后他去了我的墓地, 奇怪, 他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看着他蹲在我的墓碑前, 瘦骨如柴的手指, 一点点抚摸墓碑上的照片, 他说, 沈青, 对不起, 沈青, 我叫, 沈青吗? 我后悔了, 真的后悔了, 我看到他的眼眸里, 都是痛, 好像, 撕心裂肺, 我喜欢你的, 一直都是喜欢的, 我和林婉婉, 我承认我之前, 对他有过感情, 可认识你之后, 我只爱你了, 你多年不离不弃的陪伴, 我真的不是没有看到, 我对林婉婉只剩下了恩情, 我以为他为了帮我不惜一切, 所以我想尽可能地对他好点, 弥补对他的愧疚, 我也一直以为我和你结婚了, 我都是你的了, 我就不需要再对你有任何亏欠, 我甚至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你对我的好, 习惯了你无条件地付出后, 我就忘了你也是有感情的, 你也会因为我对你的忽视而难过, 他说着说着, 就哭了, 然后用手紧紧地捂着心口的位置, 似乎是痛得钻心刺骨, 很久很久之后, 他又自嘲地说道, 我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你死了, 你都已经死了, 我再也见到你了, 沈青, 我好想你, 真的好想你, 他在我的墓碑前哭了很久, 最后离开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 我马上就会来陪你了,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莫名其妙地跟在了他的身边, 我看着他开着一辆车, 一直停在一个街头, 一天过去, 突然, 他一脚油门冲了出去, 哐当一声, 一个女人被他直接撞飞了, 身体弹出去了几米, 面目全非, 血流不止, 他的车也被狠狠地, 撞在了旁边的栏杆上, 整个车头都变了形, 我分明是鬼, 见着这副恐怖血腥的样子, 还会害怕, 于是我想都没有想, 转身就飘走了, 离开那一刻听到有人在叫我, 沈青, 沈青是你吗? 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是不是? 我被吓到了, 就是觉得身后追着我的人, 很恐怖, 我飘着飘着, 意识变得越来越混沌, 灵魂也变得越来越散乱, 我知道, 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永远地离开了, 魂飞魄散那一刻, 一间医院产房内, 响起了新生儿, 哭泣的声音, 翻外篇, 我撞死了林婉婉, 我和他都该去给沈青赎罪, 原来, 车祸致死会这么痛, 当年沈青发生车祸后, 到底要忍受多大的疼痛, 才能够给我拨打电话, 而我却, 无情地拒绝了, 我还以为他又要阻止, 我去给林婉婉过生日, 终于, 我死了, 罪该万死, 我的灵魂离开了我的身体, 漠然, 我看到了沈青, 是他吧, 我不会看错的, 这三年, 我日夜梦回, 都是他的影子, 我朝他的身影追了过去, 他却飘得越来越快, 别走, 沈青别走, 我慌乱不止, 因为我看到他的身影, 越来越透明, 不要, 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好不容易追上了他, 伸手想要把他抱进怀里, 却直接扑了个空, 沈青在我面前消失了, 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了, 我疯了一般地到处找他, 疯了一般地叫着他的名字, 沈青, 沈青, 我不停地找, 找遍了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 沈青, 你别躲起来, 我错了, 你不要躲着我好不好, 后来, 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看到了那个和沈青, 长得好像好像的小女孩, 她笑得好灿烂, 她的父母好爱她, 等等, 这个小女孩的母亲怎么那么眼熟, 我认识吗, 我好像只认识沈青, 沈青渐渐长大了, 她出落得亭亭欲力, 好多好多男孩子喜欢她, 她终于接受了最优秀的那一个, 我看着他们恋爱, 看着他们相拥, 看着他们接吻, 看着他们发生关系, 原来, 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 是这种感受, 是这种痛不欲生的感受, 对不起沈青, 对不起, 再后来, 沈青结婚了, 她穿着婚纱, 脸上的笑容很幸福, 我该祝福她的, 可我的心真的好痛好痛, 婚后不久, 沈青怀孕了, 她丈夫很高兴, 抱着她转圈圈, 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她, 他们一起去产检, 一起给宝宝做胎教, 一起期待宝宝的到来, 沈青要临盆了, 她丈夫比她还要紧张, 沈青去产房生了很久, 我的灵魂进不去那个地方, 我没办法去陪着她, 我甚至感觉到, 我的魂魄再一点点飘散了, 我知道, 我要彻底离开了, 我只想在离开前, 再看一眼沈青, 看一眼她的孩子, 我曾经欠沈青的孩子, 我再也不能还她了, 上天果然是公平的, 像我这种罪孽深重的人, 又怎么有资格去感受沈青的幸福, 我母亲泽不成声, 我父亲也在旁边默默地流眼泪, 所以, 我没死, 我还活着, 那我见到的沈青, 只是一场梦吗? 我恢复了几天时间, 终于能够坐上轮椅, 我被推在医院的走廊上, 迎面走过来的两个人, 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我看着她轻易地挽着她丈夫的手, 她丈夫怀里抱着个小婴儿, 两个人身上洋溢着的都是幸福, 她们边走边逗着小婴儿, 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没有人注意到我, 直到好一会儿, 她回了头, 我们四目相对, 我泪流不止, 她眼底却闪烁着一丝厌恶, 她丈夫问她, 你认识吗? 她摇了摇头, 不认识, 然后就跟着她丈夫离开了, 离开时, 我听到她小声嘀咕了一句, 觉得那个小老头, 有点讨人厌, 人家又没惹你, 她丈夫宠溢地笑道, 又很严肃地说道, 以后不准看别的男人, 老头也不行, 小气鬼, 对啊, 我就是小气鬼, 只对你一个人小气的小气鬼, 两个人打打闹闹地越走越远, 我看着他们的视线越来越模糊, 直至再也消失不见, 和我们感到的视线越来越线越来越满,